永寧的這個問題 他說辣椒呢 得了碳驅閉 那要用什麼樣的藥 現在呢 當時拆收的時間 有什麼優秀的住宅可以放在 那如果是把他有甘蔗吃的汁葉啦 果實啦 把他搬到 是不是可以再發出新的嫩芽 這樣可以嗎 嗯 這個 當然啦 是看藏啦 譬如說你的藏還是還蠻健康的 雖然有因為漏風 他的痰屈病 那他還很年輕 這個魚子把它搬掉 他恢復的能力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他如果是已經 比較老藏 那些金布什麼的發用呢 都不說太好使 就是說他生態節活性已經下降的時候 你說他的藏大概沒有 這些魚子搬掉 然後他大概就慢慢慢慢也跟著死亡 這樣啦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呢 就是說這個沒有一定 但是 如果他如果是當心有夠怕 其實是沒有問題 所以你如果是說 這個有機栽培 有機的這個資材裡面 你在營的時候 你可以用細片水 我們有一個細片 這種東西 你給他 你給他這個噴噴的 這個 當然你如果是看到 比較嚴重的 魚子 還是說 你的 蛤 比較嚴重的 你都可以給他 但是他辣椒來說 你沒辦法去做那麼多工作 當然如果有辦法 你來給他拿 你給他為這個方向拿走 拿走 拿走的時候 你整體這個 這個 這個密度 當然就下降 這種 困的一個 日度的感覺 這菌的這個密度 降低了 當然 也是對他有好處的 所以 但是有必要這樣做 好像也沒有 沒有一定有這個必要 因為 滴肥很嚴重 所以 我們一般會去把這個 蝦子拿走 通常就是說 會比較好 比如說像番茄 蝦子大蝦大蝦 咬整蝦 它會比較通風 有時候它病害 就比較不容易産性 這種工作 我們會去做 這種工作 我們會去做 你如果像辣椒那麼多蝦 你要去把蝦子打走 大概會很辛苦 所以你可以 這個 這個碳劇病 你可以用幾出 這個 有的人說 用亞磷酸青氧化夾 亞磷酸青氧化夾 對碳劇病的效果 是差了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用 枯草感菌 枯草感菌 對碳劇病又好 比較傷會好一點點 但是 目前 就是說 用這個細片 多給它噴兩次 它再硬發起來 就會還蠻 還蠻正常的 所以這應該 當然你說 還蠻正常的 是否帶病菌 這很沒有 也沒有人 有辦法把握 你因為 你沒有把整體 病菌的量 壓下來 它還蠻正常的 也有可能會對 當然你要看 整體的 一個 菌 這種 中央的情形 是怎樣 這大概是 我們可以處理 一個 人可以看到的 這個地方 可以給朋友 做一個參考 就是 你可以拿的 有機栽培 裡面 用細片 這個東西 應該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第一次是這樣 給你做一個參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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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感谢观看